这是我们的6层BOX的上滑视线 双方位上滑视线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仪表 这个仪表 这个是智能2配仪表 左边是温度设定 右边是时间设定 首先我们设定一下温度 左边先按一下这个ICT键一次 进入设定状态 此时我们也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温度 也可以按这个向上键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是220度来汤收滑上就足够了 然后我们现在再按第二次ICT键完成设定 温度设定就算好了 然后这个时间的话也是一样的 首先按下这个黄键ICT键第一次 这个灯就会亮了 然后进入时间设定状态 就是按这个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 按这个向上键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30秒钟就可以了 就可以汤收滑上 然后我们再按第二次就完成时间设定 温度时间都设定好了 好 现在看下这个机器的那个开关 这个是个手动动转换 打到左边的时候 需要按这个按钮来进行汤化 中间的时候是空档是不会汤化的 打到右边的时候是自动状态 它会到位之后会自动汤化 这个是提停开关 当不需要进行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按下它 机器就会停止工作 当需要重新启动的时候 我们要顺时针旋转一下 就可以反弹回弹 就可以汤化了 好 现在我们先试一下 手动刚才的一个汤化 手动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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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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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介绍一下 这个是羊毛毯 抗太棉 还有下工作铝板 这个铝板是纯铝板的 非常的厚实 这个上面的眼是用来透气用的 是用来把那个 就是说因为汤化的时候 会产生蒸气 用来透气用的 好吧 我们把它弄完之后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纸一样 我们把这个纸一样 这是一个低端的布 我们要把低端的布 先铺上去 这个厚度摆上面去 要铺平 每个地方都要铺得很平 好 铺好之后呢 我们要把生花纸 也扣到这个 布的上面 要把这个图案跟布 是完全贴合的 很平才可以 好 这个是生花纸 这个生花纸的图案 必须是面向这个布 贴下去的 这个是生花纸 做好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发热板 运过来 就可以了 又平缓的运过来 就可以了 到了之后呢 因为这个是转动状态 我们要按这个 6次按钮 接近来碳化 然后这个温度 沉浸表开始倒计时 从30秒到0秒钟 当推零之后呢 然后这个发热板 就是自动摆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碳化 就完成了 好的 发热板就是自动摆起来 然后我们把发热板 往那边摇着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个 切开 我们就可以发现 生花烘化 效果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再展示一下 这个时候它一个摆化 我们来看看这个 切开转动转弯开关 当打到中间的时候 是不会烫的 打到一边的时候 当发热板到位之后呢 它会自动摆化的 如果我们需要 停止摆化的话 我们需要 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在那边停止摆化 可以了 在那边停止摆化 然后呢 如果我们需要 然后呢 成功摆化的话 把它打开 然后再打到这边 它们 呃 在那边 它们就不会 都不会不动摆化 嗯 看看不会 就这样 你们会倒进去 啊 啊 手 整个人 把灰瓶盘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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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灰瓶盘完成 好的,灰瓶盘完成 可以了